三次體是要量個木球的體積實驗如圖所示 然後射出V1 V2 V3是多少 然後想問我們請問我們木球的體積跟 木球加千塊體積多少 根據老師上課所教的我們只要把它標註出來 那麼答案就會非常的明顯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V1就只有水 那麼它呢是120毫升 120毫升 那麼V2呢就是水加上千塊 水加上千塊呢 那麼它有呢 210毫升 那麼V3呢 就是水 加上千塊 還要再加上一個木塊 那麼它呢就有350毫升 所以呢我們從這邊兩個相減呢 我們就知道 350減掉 210就是140 那這個就是我們木塊的 體積 那麼 我們的 千塊加木塊就是這兩個相減 350減掉120 那麼又變成230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千塊呢 加上木塊的體積 所以呢 有這樣的很簡單的 看一看 我們就能夠曉得 我們的答案呢 應該的選擇是 C140跟230 木塊的體積是140毫升 那麼 千塊加上木球的體積呢 應該是230毫升 部份 還是330毫升 來吧 來吧 我來自下講